我們來到了Suzuki的博物館 那這邊有一個區域相當的有趣 它這邊展示的是一個機械手臂 那這個也是嚴重打擊到我們工作權利的一個新科技 它這邊很有趣的設置一個好玩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看到其實它這邊有好幾個門板 然後分別有編號然後在不同的位置 那它相對應的就是這個儀表上面的號碼 那我們現在看到有亮燈的其實可以按的就是它有空位的 好 假設我們現在要把1號 然後放到4號 好現在我們設定的是從1號放到4號 好那我們看一下1號是紅色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要把它放到4號 好按下確認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機械手臂 它就去1號拿了 整個動作相當精準俐落 那這個也就是現在那個汽車工業裡面相當重要的一個 生產的工具 那它這邊有講說 國內的工廠有3600台這樣的機器 我們下一次去對面 這個有一個好說的 太好了 我來看 那一看 李麻利 我們下一次去看 但是我們下一次去看